HELLO 大家好 還有我們歡迎 讓我們來自我介紹一下 我們是 這群人 你們沒有聽錯 我們才是正版的 山安卒竟然敢模仿我們 真是勿資豪膽 我們這次的現身 不只要打趴上一組 我們還要挑戰去年的經典 山豬花 我們同樣美食小教師low down好不好 我們同樣美食小學堂 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去打趴他們 這次我們才沒有什麼紙包雞 我們要教大家怎麼讓雞變得更新鮮 請問請教老師 我們要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要拿出一隻雞 看到了吧 聰明的有沒有看到 這不是確認紙包劑裡面的雞吧 當然我們把它冰了硬言可新鮮的呢 這真的可以吃嗎 當然可以 接下來我要幫它解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哇塞 真是退冰了 太神奇了吧 那當然我可是欠錢老師耶 接下來我們就要殺雞 啊 再來放鞋 啊 再來放鞋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幫雞拔毛了 請教老師為什麼要幫雞拔毛 因為這隻雞拔彎毛才夠鮮嫩 夠鮮嫩 夠多隻 夠多隻 不錯 真的 吃一口 吃一口 要拔毛啊 拔毛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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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家 想著七七四十九天 終於想到一首歌 可以教大家輕輕鬆鬆 學會怎麼幫雞打毛 那我們一起唱吧 拔毛 老生中央的小幾倍人聚拔毛 雞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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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肌肉 肖肌被人情啊 從這雞雞嬌 一把 兩把 三把 四把 按著 按著 一把 一把 幫你 肌一把 忙 你在叫聲笑 肌一把 忙之後 就有肌肉可以喲 肌一把 忙之後 就有肌肉可以喲 很簡單嗎 我想大家應該都學會了吧 學會了 那我們這次的同館美食小救師 就到此結束啦 是小學堂啦 對不起啊 好 謝謝大家 拜拜